天下第一武道会终于进行到最后的决赛 由悟空对战天津范 此时两人的战斗已经到了决胜阶段 天津范使出压箱底绝招 后背上竟然又长出了两只手 面对着四只手的天津范 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了 天津范攻向悟空 本来悟空用双手防住天津范的双手 可多出来的两只手就没法防御了 悟空被天津范一拳打趴 天津范乘胜追击 此时悟空等于再跟两个人作战 双拳难敌四手 悟空艰难爬上来 跳起来一记飞脚踢向天津范 却不料四只正好被天津范的四只手牢牢控制住 悟空动弹不得 天津范用头锤一下下撞向悟空 悟空疼得双目模糊 他突然想到对侧 用尾巴猛抽天津范的秃头 天津范赶紧把悟空扔下去 悟空看着天津范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他一下子变出八只手 再度冲向天津范 这时候天津范的四只手就不够看了 连连被悟空打中 悟空一个飞踢逼向天津范 天津范也挑起来迎战 金色闪光过后 两人双双倒地 主持人初上上去倒计时 在倒计时结束前两人同时站了起来 战斗继续 这次天津范率先扑向悟空 悟空从天津范胯下钻出去 顺势一脚踢在天津范膝弯 天津范跌倒 悟空赶紧骑在他身上抓住他的脚腕 天津范发现自己无法挣脱 索性用后背上的两只手勒住悟空的脖子 把手放开 不然的话你会死掉的 我死也不放 结果因为脚上太疼 天津范无法集中精力 后背的双手竟然消失了 悟空终于可以大口吸气了 天津范疼得满脸通红 他双手用力撑地 双腿使劲把悟空弹飞了出去 悟空砸他了一面墙 随后依然坚强地爬了起来 天津范看着怎么都打不倒的悟空 已经失去理智了 他决定用自己最后的杀招气功炮 哪怕玉石剧粉也在所不惜 气功炮比龟派气功波强大数倍 也是因为威力太过强大 用掉使用者太多的气 导致使用者丧命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就算不死寿命也会折损大板 这是一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技能 但天津范心意已决 他用悟空术漂浮在半空中 在发出这一招之前 他叮嘱悟空一定要躲开 否则他真的会死 而天津范不舍地杀死悟空 只是想将人打出场外而已 天津范开始聚气 这一下天崩地裂大地震战 光芒过后 擂台和悟空都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一个漆黑的大坑 所有人都满心忧虑地看向 深不见底的大坑 想要寻找悟空的影子 可这时候悟空从天而降 天津范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悟空没死 悟空也感谢他 要不是你提前告诉我要躲开 我肯定被炸死了 天津范信心满满地告诉悟空 这场比赛的胜负一分 因为擂台没了 我们谁先落地谁就输 我会悟空术让自己飘在空中 所以一定是你先落地的 悟空笑了笑表示 这可不一定哦 我还有绝招没向你展示呢 说着竟然开始吟唱龟派气功波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悟空现在还有气发招吗 龟仙人更是害怕 天津范熟悉龟派气功波 这一招对他根本没有用 可悟空你怎发招了 天津范被撞得失去平衡快速下落 可悟空也因为用尽力 控制不了身体 跟着天津范一起下落 这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就看两个人到底谁先落地了 好在悟空勉强调整身子 又打出了一次气功波 这次虽然没啥气了 但多少减缓了一点下落的速度 这下稳赢了吧 只可惜悟空太倒霉了 一辆车子突然窜出 悟空正撞到了那辆车子上 竟然比天津范先一步落地了 所以这次舞蹈大会的冠军还是天津范 悟空再次与冠军失之交臂 可是没有人在意这些 因为这场战斗太精彩 在人们心中两个人都是冠军 比赛结束后 天津范拿出一半的奖金要送给悟空 可悟空并不想要 经过这次战斗 天津范也拖胎换骨 连一向看不惯他的雅木茶 都能诚心地对他说一句恭喜夺冠 天津范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忏悔 以后他一定好好练功 堂堂正正做人 他决定请大家吃饭 大家开心地进入饭店 悟空突然想到爷爷的龙珠和如意棒 还望在赛场 克林主动表示愿意回去替他拿 诶 库林 什么事 悟空沉默两久 什么也没说 眼看着克林跑走了 那时候他总有一种奇怪的预感 可到底因为什么 他也不知道 大家进入饭店用餐 面对着一大桌子的美味佳肴 悟空却完全提不起精神 他心神不宁 好像总能听到克林的声音 悟空不顾一切地跑回会场 看到的却是克林的尸体 旁边奄奄一息的主持人说 一个怪物闯进来 拿走了龙珠和武道会的名册 悟空问布尔玛拿了龙珠雷达 就不顾一切地冲出去 任凭龟仙人怎么喊都没用 他要给克林报仇 悟空拿出雷达发现附近有两颗龙珠 到底是哪一颗呢 悟空随便找了一个方向奔去 而这时候乌龙在克林丧命的现场找到了一张纸 上面有一个圈中间写了一个模字 看到那张纸 一向见多识广的龟仙人大惊失色 这是短笛大魔王的标记啊 当年短笛大魔王带领着手下那群刀枪不入魔物 肆无忌惮地闯入人类世界 飞机坦克 子弹炸药都不怕 他们在城市里大肆破坏 最后还是年轻时候的龟仙人与赫仙人联手 才终于消灭了魔物 也是在这时候 他们见到了大魔王 大魔王一弹指 两人就被打飞了 那时候起龟仙人就认识到 大魔王与他们的战斗力根本不在同一次元 就连龟仙人与赫仙人的师父武太斗 都远不是大魔王的对手 当时他挡在两位学生面前 独自面对大魔王的攻击 大魔王只是轻轻弹指 就打伤了武太斗师父 舞太斗师父被打得遍体鳞伤 在两个徒弟的细心照料下 裁剪回一条命 可是伤还没好全 武太斗师父就离开了 临走前他说自己一定会回来的 此后嗜血如命的大魔王每天都在不停地杀戮 为了保存实力等着师父归来 龟仙人躲进深山中修炼 几年后的某一天 武太斗老师终于回来了 他终于找到了对付大魔王的方法 于是武太斗老师再次向大魔王发起挑战 这一招叫魔风波 武太斗老师将大魔王封印在了一个特制的电饭锅里 封印了大魔王之后 武太斗也由静灯枯而死 龟仙人将电锅沉在了海底的最深处 为何现在大魔王的标志会重现人间呢 难道是他冲破封印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悟空就危险了 现在龟仙人十分在意的是 为何大魔王要抢走龙珠和天下第一武道会的名单呢 他背后有什么阴谋 现在只能期盼悟空找不到他 无功而返了 此时悟空正驾着金斗云 跟着龙珠雷达的方位飞速前进 在天边的一艘飞行器上 大魔王正在百无聊赖地等着手下回归 他之所以寻找龙珠 全都是杂烩饭的安排 杂烩饭将电锅捞出 释放大魔王出山 并且怂恿大魔王及其龙珠 杂烩饭打算借大魔王的威力及其七龙珠 召唤神龙征服世界 可大魔王及其龙珠的唯一想法就是长生不老 至于拿那个武道会的名单 也是大魔王想除掉天下的武术家 避免有人能再次将他封印 两人正聊着 大魔王派出去取龙珠的手下丹巴林回来了 他距离飞船越来越近 而这时候悟空驾着金斗云也追了上来 他看到丹巴林一手握着龙珠 一手拿着名单 就质问他为何要杀了克林 丹巴林想了想 你说那个小矮子啊 他胆敢反抗我 我自然要给他一点教训 听到丹巴林幸灾乐祸的描述 悟空怒火中烧 上前与对手搏斗 可是毕竟种族有差别 在强大的魔物面前 悟空毫无悬念地败下阵来 被丹巴林从天空打落 如果不是金斗云 悟空不死也是重伤 悟空感觉自己力不从心 毕竟刚在武斗大会上耗光力气 饭还没吃就又追了这么远 铁打的人也要没力气了 可是为了克林他不能认输 悟空飞速绕着丹巴林旋转 一拳快速袭来 丹巴林张嘴 紫色的舌头将悟空牢牢卷住猛地摔出去 又是金斗云救了悟空一命 这次丹巴林张嘴 一道光波将金斗云击碎 悟空从天下坠落 他试图那如一棒戳死丹巴林 丹巴林一把接住后勃然大怒 直接追着悟空一起落下 悟空摔在地上浑身剧痛 可下一秒丹巴林从天而降 一脚踩在悟空身上 五脏六腑都碎了 悟空还是不肯认输 他抓住丹巴林不放他离开 他一定要替克林报仇 眼看着悟空爬不起来 丹巴林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龟仙人等人从黄昏等到深夜 也没看到悟空回来 想必也是凶多吉少了 短敌大魔王平时都是以杀戮为乐 一旦他重回人间 那人类的浩劫即将到来 天津饭想问问龟仙人如何才能学会风魔波 龟仙人说他也不知道 不过天津饭和饺子也决定跟在龟仙人身边 这时候大家应该团结一致 才可能保存实力 此时丹巴林已经将龙珠交给了短敌大魔王 大魔王十分满意 他让人把五道大会的名单贴墙上 这些就是他接下来要消灭的重点目标 丹巴林嚣张地告诉大魔王 克林和悟空的资料不用贴了 因为他们都死了 大魔王命令丹巴林 却将名单上的其他五道家也杀了 接下来他们及其龙珠长生不老之后 就可以开始统治世界了 杂烩饭有点发愁了 他放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丹巴林第一个目标就是加帕王 加帕王使出八手拳 加帕王一命呜呼 丹巴林第二个目标是泡芙 泡芙正在擂台上挥洒汗水 丹巴林从天而降 泡芙语世长辞 在清晨的街道上 野蛮人也难逃被追杀的厄运 野蛮人一击毙命 丹巴林得意地留下一张魔族印记转身离去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狼人了 短笛大魔王对丹巴林的效率很满意 可是谁去帮他搜集龙珠呢 可用之人还是太少 他只能自己生蛋培养心腹 于是短笛大魔王冒着身体衰老的风险 面容扭曲地念出咒语 浑身静巻地吐出一枚蛋 蛋壳碎裂一只胖飞龙出现了 短笛大魔王为他赐名星巴鲁 让他负责去收集龙珠 另一边在龟仙屋 大家聚在一起商量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集齐弃龙珠 然后许愿看起来是最稳妥的办法 可是究竟应该许什么愿呢 是许愿让克林复活 还是许愿让短笛大魔王毁灭 这是个难题 不管怎样都要赶紧先把克林的尸体做好防复 要不然等他复活的时候 变成骨头架子就好玩了 布尔玛表示自己会做一个冷冻胶囊 专门存放克林的尸体 这边人们正讨论的热火朝天 一直不说话的龟仙人突然开口了 这老色胚果然还是不紧张 还有心情在这里开黄枪 这时候电视台开始播放 世界各地武道家集体被杀的新闻 每个人的尸体旁边都有一张魔字 看样子短笛大魔王已经开始按照名单杀人了 违京之计还是离开龟仙屋 去其他地方躲一躲风头吧 此时在清晨的树林里 悟空缓缓苏醒 原来他没有被丹巴林打死 而是饿得晕过去了 现在他能吃下一头牛 悟空疯了一样四处找吃的 结果差点变成别人的早餐 走着走着他闻到了一阵烤鱼的香气 果然河边戳着一条巨大的烤鱼 悟空两眼放光 冲上去抱着烤鱼大块朵鱼 等把烤鱼吃光 悟空终于填饱了肚子 力量重新回来了 现在他可以再次去找大魔王和丹巴林报仇了 他召唤金斗云却没反应 悟空才想起来金斗云被丹巴林打散了 他拿出龙珠雷打 发现一颗龙珠就在他附近 悟空赶紧四处搜寻 突然一枚大石头向他砸来 悟空挑起躲过 那石头是一个小野人扔的 他脖子上挂着龙珠 指着悟空一通臭骂 你偷吃我的烤鱼太可恨了 悟空自然否认 我怎么就偷吃你烤鱼了 那明明是路边野生的烤鱼 小野人气坏了 你说什么胡话吗 谁见过路边有野生烤鱼的 明明是我准备的早餐 悟空本来有点怀疑 难道自己真的吃了他的鱼 可是下一秒看到小野人脖子挂着龙珠 立刻就急了 怪不得对我百般找茬 原来你跟那个长翅膀的怪人是一伙的 要不我的龙珠为什么挂在你身上 我要干掉你替克林报仇 这里悟空就有点蛮不讲理了 你也不看看那龙珠跟你的那个一样吗 看着悟空虎脚蛮缠 小野人也生气了 他冲上去与悟空对战 一回合交锋 两人居然谁都没占便宜 悟空有点惊讶 他可是五道大会亚军 竟然跟眼前的小野人打平手 两人再次站在一处 我撞你一头你踢我一脚 打了个势均力敌 悟空趁着小野人不被发动连招 令人意外的是 小野人居然毫发无伤地从乱石中爬了出来 悟空可是尽了全力的 这小野人不简单 另一边龟仙人将大家带到了一座海岛上 这里十分隐蔽 短敌大魔王他们应该找不到 他安顿好其他人 便带着跟天津范野饺子踏上了寻找龙珠之路 而布尔玛也要赶紧开工 给克林做冷冻胶囊了 很快胶囊做好 克林终于能拥有安详的睡眠了 布尔玛将胶囊放在了自己的内衣裤抽屉里 乌龙都有点羡慕克林了 此时悟空还在跟小野人对战 两人扭打在一起 距离近了悟空才发现 小野人那是一星龙珠 而自己被偷的是四星龙珠 他还真是误会小野人了 小野人说这珠子本来就是自己三年前捡的 根本不是偷的 悟空连胜道歉 可小野人不接受悟空的道歉 如果道歉有用要警察干啥 两人正在争执 大胖龙辛巴鲁飞了过来 他看到小野人的龙珠十分开心 今天的任务很快就会完成了 悟空现在知道了 原来辛巴鲁才是大魔王手下的人 他决定跟小野人并肩作战 一起对付辛巴鲁 可由谁来跟辛巴鲁对战呢 两个小孩索性石头剪子布 最后小野人获胜 他兴冲冲地扑向辛巴鲁 却被对方一脚踢飞了 小野人爬起来继续向前冲 飞身跃起小短腿踢的辛巴鲁差点摔倒 辛巴鲁抬手是高压电流 小野人不敢接招 只能狼狈躲避 辛巴鲁乘胜追击 更强的电流急射而出 小野人正面迎敌果断出剑 辛巴鲁庞大的身躯竟被一切两半 这时悟空知道了小野人名叫亚齐落贝 亚齐落贝倒是不挑食 直接把辛巴鲁壮硕的身体架在火上烤 果然肥一点的烤着就是香 他让悟空在一边干看着 自己在那大块躲一 悟空难得没什么食欲 这魔物真的能吃吗 此时正在午睡的大魔王感觉到了一阵心慌 他试图与辛巴鲁用意识联系上 果然叫了好几声那边也没回应 辛巴鲁竟然被杀死了 大魔王气急败坏 这个仇态一定报 亚齐落贝吃完了一整只魔物 发现悟空还没走 悟空深情款款地看着亚齐落贝 你长相和说话的声音都很像我的朋友克林 亚齐落贝一听果然高兴起来 那你朋友肯定很帅吧 悟空言简一概 亚齐落贝一想就觉得可怕 那张脸能看吗 悟空决定离开了 临走前他拜托亚齐落贝 等他集齐六克龙珠时 将这个龙珠借给他就克林一命 在丛林深处的一个小村庄 动物们本来过着田径安宁的生活 可是恶霸鸡男却各种捣乱 欺负这里居住的平民们 人们怨声载道却不敢反抗 就在这时单巴林从天而降 鸡男狼狈地爬起来 挥拳打在丹巴林身上 爪子都打肿了 丹巴林还是纹丝不动 相反人家一脚就能让鸡男倒飞出去 鸡男使出自己的绝招超年泡泡胶 企图粘住丹巴林 可丹巴林轻松正开泡泡胶 一掌穿过鸡男的身体 将他当场杀死 丹巴林已经解决掉七个目标了 下一个目标就是雅木茶 此时雅木茶等人还在小岛上休养 不知道灾难即将到来 丹巴林从天而降 原来他是来问路的 一直找不到龟仙屋 他还以为自己迷路了 丹巴林转头看到雅木茶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冲过去对雅木茶痛下杀手 雅木茶勉强应对 可他的腿骨折还未愈 根本无法用出全力 眼看丹巴林一掌 就要击穿雅木茶的身体了 这时他突然听到大魔王的声音 招他赶紧去干掉 杀害星巴鲁的凶手 为星巴鲁报仇 丹巴林转身离去 不再理会雅木茶 让他苟延惨喘一阵子吧 此时龟仙人一行人来到极地冰川 根据雷达显示这冰川里就有龙珠 天津犯使出气功炮 果然轻松找到龙珠 只是这一招有点大才小用了 龟仙人没时间耽搁 他们马不停蹄地去找其他龙珠 希望能在短敌大魔王之前 集齐龙珠 救活克林干掉大魔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